2014年1月4日 直同春晚迎来了第二场歌唱节目选拔 他们用坚持照亮梦想 用风格书写自我 用音乐铺鞋青春 台的第一位的是 广西代表队汪小敏 直接进行 2014年汪小敏想要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 他们是对手也是战友 用热情与真挚互相鼓励 祝愿所有的直同春晚的选手们 有非常好的成绩 接下来能听到你们唱更好的歌 继续你们的音乐梦想 还能够赢得非常依后的大奖 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场的第二轮的比赛 塔斯肯对阵贾建龙 把最好听的声音先来 贾建龙一定能唱 并非那么期待 有过的四季和我一人生 塔斯肯成功竞技 那么期待 白举刚对阵猴磊 安心小白他一定会是最努力的投来加油 白举刚成功晋级 这段对话 台云对阵地龙 你请打动所有的朋友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放不回浪 持着暗示 美景在身旁 更祝我福气 台云成功晋级 放不回浪 持着暗示 丁瑜 对着杜丝柔 相信梦想 坚持梦想 在舞台上 我会一直坚持地走下去 苏思荣成功晋级 本场的五组晋级的选手 他们是 王小敏 塔斯肯 白举刚 韩云 苏思荣 持功做的 我们要持功到你 今晚 歌唱节目选拔的 能从海高度 强强对决 谁将进入六强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要上春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方向 就在前方 追逐我的理想 新的方向 新的方向 追逐光 追逐炸雅 在原生的大道上 追逐我的理想 我的方向 就在前方 带着一颗年轻的心 沿途充满了理想 我的心 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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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 伸展 我的方向 就在前方 追逐我的理想 新的方向 新的方向 我的方向 就在前方 追逐我的理想 新的方向 我的方向 就在前方 追逐我的理想 追逐我的理想 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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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主持人 共青上行 我要上春晚 第一站行不行 谢谢 谢谢大家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节目 我要上春晚的特别节目 直通春晚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 大家请坐 欢迎你们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那今天晚上呢 也是我们直通春晚 歌手类专场比赛的第三场 经过了前两场的比赛之后 我们的十强选手 已经产生了 今天他们又一次 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 再一次同台竞技 要向着六强的席位 发起挑战 我向大家再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十强选手 他们分别是 浙江代表队 中国好声音 塔斯肯 山东代表队 中国新力量 苏思荣 上海代表队 中国梦之声 刘思涵 广西 广西代表队 一生所爱 大地飞歌 汪小敏 北京代表队 最美和声 萧一航 湖南代表队 快乐男声 白举刚 山东代表队 中国新力量 台云 浙江代表队 中国好声音 李奇 湖南代表队 快乐男声 左力 湖南代表队 快乐男声 华晨宇 我们的十强选手当中呢 有六位是男声 有四位是女声 我觉得我们这四位姑娘 也很不容易 因为两场十八进十的比赛 他们没有一个被淘汰的 全部进入了十强 而且他们四个人 其实从外表啊 性格 包括演唱风格来讲 都是迥男不同 就是今天是商量好的 还是怎么了 非黑即白啊 三个白 一个黑 再加上一个主持人 白加黑 我们今天的姑娘 都是黑白分明啊 那在她们当中 包括在我们所有的 这十强选手当中 今天又有谁 能够进入六强 让我们十五代 我们再次把最热情的掌声 送给她们好不好 祝她们好运 加油 今天晚上 希望你们都能够拿出 发挥好最好的水平 那在 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呢 首先还是要向各位隆重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 重量级的点评嘉宾 他们是 著名演员歌手 陈小春 你好 欢迎小春 欢迎小春 著名媒体评论人 梁鸿达 欢迎老梁 著名歌手 孙悦 哎 我们也商量好的哈 今天女生全部是白色 太好了 那除了我们的三位 点评嘉宾之外呢 现场 还有十位资深音乐人组成的 专家庭审团 40位 来自各大平面媒体 网络媒体 唱片公司 和演艺经纪公司 代表组成的 我们的现场庭审团 在这里也对各位的到来 表示欢迎欢迎大家 感谢恒大音乐队 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9999黄金专家 孟娟黄金 对我们的奖品赞助 那观众朋友 在收看直播的过程当中 不要忘了也可以参与到 我们的互动当中 幸运观众都将有机会 获得小天鹅自动投放 洗衣机所赠送的 精美奖品一份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登陆 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 联欢晚会的官方微博 关注春晚的最新动态 那在这里呢 我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 本场的比赛的一个规则 我们的十位选手 每人演唱一首歌曲 在全部演唱完毕之后 将根据我们评审团的打分 排名前四位的率先 进入到今天第一轮的 一对一挑战当中 两两对决 胜出的那两位将会直接晋级 暂时落后的那两位 和另外的六位选手 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的 一对一挑战当中 争取另外四个晋级的名额 到底是哪六位可以笑到最后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接下来就要为大家 请出今晚第一个登台的选手 让我们掌声欢迎浙江代表队 中国好声音的塔斯肯 感谢观看 《地球 Wide Share》 让光照云无条那一座山 波光摇雨游泳弯弯消息 我的故乡在远方又在我梦里 回忆起风我们尽在何方 每当光风暴雨总会响起 互相的山林悠悠气息 父亲母亲在远方又在我梦里 何时能再见到深爱的你 父亲母亲在远方又在我梦里 何时能再见到深爱的你 谢谢塔斯肯 你好 董金姐 你好 很好听这首歌叫《顾湘》 对 这也是最近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 叫《等风来》的片尾曲 很清新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评审的感受 好不好 我其实第一个开场是要特别紧 肯定特别紧张 然后我能感觉到你是很紧张 声音很紧 其实这首歌是应该很舒服 很放松很松弛的去诉说这首歌 但是呢因为你第一个开场 所以呢加上紧张和嗓子很疲劳 所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遗憾 但是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你的声音很漂亮 谢谢你 真的 所以还不错了 第一个开场唱这么难度 因为它是有难度的歌 你别觉得它简单 这样的歌是非常难演绎的 所以我觉得你要加油 好 接下来放松下来 可能我相信你会更好 谢谢 好 谢谢思雨 老梁 塔斯肯一直是一个我比较偏爱的歌手 谢谢 而且听塔斯肯的歌 我的感觉是经常要闭着眼睛挺 所以我非常欣赏塔斯肯此时的这种演唱风格 就是即使没有拿麦克风的手 也不会上下翻飞 即使唱到高音部分 也不会使劲往下蹲 那么这种干净剔透的曲风 应该非常非常适合你 我感觉这首歌叫故乡吧 对 你就如同一片故乡的云 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那种晶莹 透彻 遥远 还有温暖 可是每当我看到你在台上 如果动作大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像看到了火烧云一样 所以我是特别希望你能够把这种风格维持下去 希望你能够像一朵故乡的云一样 借着朦胧的月色飘进春晚的大亭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塔斯肯 谢谢 谢谢加油 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 山东代表队中国新力量的苏思荣 我许多有情投的花 我是没有情投的花 我是没有情投的花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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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在梦中听见 彼此熟悉的眼 人而为美丽的月 消磨了太多年 冰山上有一朵悬炼 春天青春日天 他们说他一生牵绵 有他就得到了永远 不是自由心走的话 不是自由心走的话 就在这个冬天 雪花天天从天上落下 鲜天花开着爱人 变成了甜甜的雪花 所有的人而在 始终找到了永远的爱 从此好动的高原 等你找到了熟悉的爱 你好 苏思荣 谢谢 来 我们听一下评审的感受 老亮 你刚才眼睛睁着还是闭着的 如果说听塔斯肯的歌 我们要闭上眼睛 那么听苏思荣的歌 一定要睁开眼睛 因为即使这位歌手 不是自由行走 他也是一朵美丽的花 确确实实听她的歌 我的感觉是一种享受 我忍不住想说一句 等你长发及腰 走入凡间可好 人家已经长发及腰了 看着没 这不是花形吗 刚才那画面 你知道多美啊 你就像一条美人鱼 真的特别漂亮 声音是天籁之身 很美 然后我就觉得 我特别羡慕你们 你们所有在直通春晚 参加比赛的这些歌手们 因为你知道我 每一期直播的时候 我都在电视机前看 漂亮极了画面 音响好极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 在这么好的舞台上 把你们所有最佳的状态放松 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 好吧 你放心今天晚上 在看的人也一定会觉得 你漂亮极了 我今天生病了 他说我老梁说我憔悴 我烧了五天了 这会今天 我就吃了好多药 扛下来的 谢谢 谢谢孙悦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希望今天我们歌手的歌声 能够给你带出一些安慰 好我们也再次谢谢苏思荣 加油 我们所有的通过直通春晚 能够直通春晚的歌手 都将获得由9999黄金专家 孟绝黄金 特意打造的专业话筒一支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 今天晚上的第三位上场的选手 上海代表队 中国梦之声的刘思涵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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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来说就听得很清楚 因为我觉得你完全是紧张 是紧张 所以我觉得别那么紧张 你们站在这舞台上已经很炫了 已经很酷了 你们已经拥有你们自己的歌迷了 没问题 接下来选手千万别紧张 大气 吸一口气放下来 把自己的最好状态拿出来 千万别服 因为气一服 音就上不去了 就不准了 好吗 好声音 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还有特点 珍惜你的好声音 好 谢谢孙玉 谢谢思涵 谢谢 加油 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是 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 广西代表对一生所爱大地飞鸽的 汪小敏 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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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足正在誰請求 誰敢要我 愛得不保留 我心跳伯伯呀 仗藏我 我看我所有 貴重我 我看我所有 貴重我 我心跳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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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所有 貴重我 我心裡有 我心裡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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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小米 来 我们听一下评审的感受 老梁 小春 我说一下可以吗 可以啦 没有 看到那个光小米呢 我不晓得你应该是属于那个实力派啊 还是个偶像派啊 实力街偶像嘛 实力街偶像啊 那你了不起啊 你也是第二次来这个集中春晚了 是吗 我为什么又来呢 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代表青海卫视花儿朵朵来的 今年是代表广西卫视医生紫外大吉菲哥过来的 可以随便去夸省去代表其他省再来 我不晓得 我问一下而已 那地的节目比较多 唱得很好啊 好好听 你别没话找话行 我讲话就是先去 你他唱得怎么样 我一句都没听你说到 我刚才说 我刚才说 就是实力派 实力街偶像对吗 见偶像派的感觉 就那次就是唱得又好听啊 梁红又长得又漂亮啊 对 就是这样啊 我没说漂亮 你看偶像 偶像 当然是漂亮 偶像第一个漂亮的了 OK 我帮你说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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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小春 小梁 其实小敏去年的表现啊 我们已经很多人都注意到她了 因为谁也想象不到 如此鲜弱美丽的一个女子 能够有 如此有力量的声音 去年我记得你在 志同春晚的舞台上啊 可能过于是想把这个歌曲 一些内涵把握住 反而在最后的发挥过程当中 有那么一点小的不稳定 所以很多评委没有认可你 但我也注意到今天一年 你整个的这个参加一些节目 你几乎把你的十八般舞异 都展示了一番 我发现你的风格真是多样化 但是这些历练过之后 你今天再走到这个舞台上 你再拿出你这种深情大气的 你最强项的唱法 你会发现你比去年进步了很多 所以我说踏山之石可以公寓 在歌曲的舞台上也同样如此 其实去年和今年 如果我们用陈小春的歌曲来说 去年你是你没那种命 今年是算你狠 好 谢谢老梁 我觉得能够有进步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谢谢小敏 加油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 请出的是今天的五号选手 北京代表队最美和声的肖义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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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ne more chance to give you satisfied You were always a m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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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更有 刚才有一点Jazz在里面 爵士 所以如果找一些中文歌 有爵士 好像刚才这个气氛 那个感觉去表演的 我就觉得是 哇 你帅带 帅带 帅带 好 谢谢 如果进入下一轮的话 他会有两首中文歌 到时候听一听看 是什么样的感觉 谢谢萧一航 好 接下来 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 今天的六号选手 湖南代表队 快乐男生 白举纲 我要生存完 心若见了 每一个了 这份 深情 满身难了 曾经永远 天荒地冷 一波箭秘 不暮于脚 沙漫 怎么没有 想这一份情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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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切我不知道 回忆過去 淡苦的相似忘不了 為何你還在 我懂我心跳 愛你怎麼無聊 今夜整理應該明了 更難了 回忆過去 淡苦的相似忘不了 為何你還在 我懂我心跳 愛你怎麼無聊 今夜的你應該明了 今夜的你 今夜的你 你好 白菊刚 来 我们听一下评审的感受 太紧了一出来 太紧张了 后来唱完就已经整个人松掉了 所以我觉得是 其实你今天呢 我是第一次听你唱歌 我觉得你不应该是 唱到今天这个水平 因为比之前水平更高 比现在水平高一点 原因是刚才你出来太紧张 真的太紧张 这个也没办法 为什么 我也觉得你今天好像特别紧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在台下还好 我台下就不会牙齿痒 就不会紧张 但不知道为什么上台 广告还在想 他们想音乐 然后就开始 主要被那段广告闹的 等时间有点长了 没有 没有 但是也表现得不错 不错 谢谢 我觉得你也做了这么多的歌迷 因为平时我也很 真的是 今天也是好像应该不是第二次吧 看你的表演 你今天后边那个紧张 手都嘚瑟了 他平时这样嘛 我问你 不这样是吧 你看你歌迷都急了 他不这样不这样 所以 那个 紧张会影响效果 因为你到后面 到高潮的时候 完全没有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 发自肺腑的释放出来 就是紧张的 那个声音都很紧了 但是能 能听出来 你的声音 你的技巧 都是很好的 所以别紧张 我刚才都说了 真的别紧张 那么多的歌迷在底下支持你 你应该很嗨啊 因为有 有你的后盾在支持你们 好吧 喊加油 其实 其实小白 来你你 其实小白的紧张 不怨别人 就怨陈小春 因为谁看到 蛊惑仔山鸡 都会感到害怕 你这样 你在这儿蹦两下 来 跳三下来 一二三 好 下去准备一下第二轮 好 赶紧准备一下 好 谢谢白鸡刚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 今天的七号选手 山东代表队 中国新力量的 谭云 与你找到一个方式 是凡准的生活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分身摔骨 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分不住 好 顽强的我 顽强的我 是这场战役 你心里伤分不住 就这样被你成功 就这样被你成功 切断了所有费路 我的心情是坚固 我的决定是故 就这样被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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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了所有费路 我的心情是坚固 我的决定是故 手 Jade 也都指不住 就这样被你成功 就这样被你成功 做罪ört 你的身份 我的心情是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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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谭音 你好同志 来我们听一下评审的感受 这首歌的改造啊 原唱应该是那英 就是我听你演一首歌的时候 跟我听那英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瞬间就从女人的哀怨 变成了男人那种一往情深 我提一点小小的建议是 在表达这样一种情绪的时候 好像你把全身的力量都使出来了 似乎不像是在感情世界里的征服 倒像是真正战场上的征服 其实男人有的时候 面对这种感情的挫折和纠缠的时候呢 应该有一点小小的失落 小小的那种一脚踏空的感觉 如果把这个感觉绕着弯的唱出来 再柔软一点 可能你结尾的时候 这部分感染力会更强一些 提点意见啊 也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 你在这方面体会真不少 接下来要为大家请出的是 我们今天的八号选手 浙江代表对中国好声音的李希 Come on Come on 他带着一件东西 他带着一件兜篷 一件兜篷 孤独说了没人懂 爱人没有用 我依然很有用 我想什么没人懂 没有人可送 总有人被感动 不知你的夜幕 不管有没有用 他没有用 我依然没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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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跟从从有人跟他走 不知你的脸也不乖 有没有拜托 是闪闹 是闪闹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李奇 我是好 来 我们来听一下评审的感受 我跟你说 比赛就应该像你这样 就是来玩了 你看我在看你比赛的时候 我之前的选手都紧张 我就替他们紧张 哪个音别唱破了 或者哪块音唱得不准 状态不好紧张 你完全没有 非常精彩 太漂亮了 真的 非常精彩 很棒 是真的没有 还是演示的很好 我觉得他是自信 他绝对够自信 我觉得他是演示的 很好哦 少来了 你怎么知道 他唱歌的声音特别像你哦 没没 有你的声音哦 没没没 刚才他动的时候 其实可以更放 更放 不够放 不够放 因为你来了 声音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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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的是 是偶像派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不重要 唱得好最重要 唱得好重要 好 东姑头 你们说小春是属于 私立派还是偶像派 没门没派 没门没派 好 谢谢 谢谢几位 我们也谢谢李奇 继续加油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 请出的是我们今天的 九号选手湖南代表队 快乐男生佐力 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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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颗星辰 是那么明亮 二日短暂 绽放过在这个夏天 像一张梦 Tall truth 一碗星辰 一直去翻 ized 看见了 曾经的疯狂 而突然有魔力的悲伤 感受了风吹过脸庞 自动的感觉 这幸福的感觉 一起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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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每一颗星辰 谢谢 好 谢谢 你好 左立 你好 左立 这是你自己写的一首歌是吗 是的 是的 叫每一颗星辰 对 你可能自己看不到 你在唱的时候 我们的大屏幕上 有很多星座的图案 在缓缓地推进 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金牛座 有什么特点啊 抠门 我们来听一下评审的感受 不能说抠门 是会理财 他也是 我是巨蟹座 我儿子是金牛座 已经会理财了 现在就会了 我们言归正传 当时你坐着唱歌的时候 我就想 好漂亮的声音 你的声音就像你人一样 坐在那儿那么安静 那么干净 简简单单的 很舒服 谢谢 今天我感觉 真的好舒服 你今天的感觉 要比前一轮比赛的状态 要非常好 要好的很多 真的声音好漂亮 谢谢老师 就像今天这样子 好舒服啊 你知道他已经烧了五天了 好意思说舒服 今天终于觉得舒服了 对 因为听了你这个 漂亮的嗓音 真的很棒 谢谢 所以 老梁 金牛座的人果然扣门 今天连吉他都没舍得带一把 是吗 对 因为我听这个佐利的歌 每一次听都感觉 似乎他每个歌都是拿着吉他在那唱 而且唱的时候 经常把眼睛闭上 我想这也是一种客户紧张的办法 当你和外界所有干扰 都能推得开拒绝的时候 可能你内心就沉稳无比 干净无比 就可以更好的发挥 而且这首歌真的很适合你 日月星辰 天地万物皆有情 一切都是你的董小姐 是吗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佐利 继续加油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 我们的十号选手 湖南代表队快乐男生 华晨宇 小小的小孩 听都没有哭 是否梦游都已经离去 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漂亮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农藏了美丽的衣服 却找不到变清色 聪明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遇失了心爱的你 在风中寻找 从清晨到 的日落 哦 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醒了烂烛 在黑暗中独自满 哦 我心爱的小孩 不会打败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属上回家的路 我愿意陪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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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百分之之处 好 欢愿意陪伴你 你好 欢愿意陪伴你 我是 你是 你是 你会让风吹进洋 他唱完了之后我都不敢走近他 我觉得他好像还在那个梦境当中 醒了吗 来我们听一下评审的感受 刚才我说左立拒绝紧张的方式是抗拒一切 但是华生宇不是 他是让所有的打扰都来 他也去打扰你们 用这样把自己先点燃的方式 来实现自己不紧张放松 劲儿能够进入到歌曲 给大家带来的情绪当中 所以我说华生宇这种方式方法非常到位 因为唱歌首先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感动 如果你自己不先被打动 你凭什么去打动别人呢 所以我觉得华生宇在这个舞台上 进入歌曲境界的方式 是非常值得其他歌手效果的 有一点提点小小意见 就是当第一部分我们听起来 感觉跟苏瑞的原唱演艺方式差不多 但是第二部分石破天惊 非常惊艳 可是这两部分的转折过程当中 肢体语言显得稍微突兀一点 如果衔接再自然一点 可能这过程我们看着更舒服 但是即使这样 你也依然是 我刚才看到这十组选手当中 情绪表演结合的最好最到位的选手 我特别想说 我说其实他在中间转的时候 是以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戏剧的那种演唱和表演的形式 来把这首歌能够演出来 就唱出来 因为你是完全后面是用你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演绎这首歌 然后当你唱歌的时候想起来黄石磊 他在表演的时候 他会重新二度创作的时候 他的那个状态是给我惊艳的感觉 真的不一样 刚才你的表演也是给我一个这样一个惊艳的感觉 不错 很用心 很投入 唱得好 谢谢二位 也谢谢花承宇 加油 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9999黄金专家 孟权黄金对本节目的奖品赞助 也欢迎大家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为您所喜爱的选手投票 吸引观众都将有机会获得小听而自动投放袭击 所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 另外呢 你也可以扫描二维码登陆 2014年 这张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官方微博 了解我们春晚的最新动态 好了 我们的第一轮的十位歌手的演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再次用掌声 把他们请上舞台 有请各位 在第一轮的演唱当中 应该说各位表现都相当不错 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 场外的观众也在通过登陆CNTV或者是扫描二维码 为自己所喜欢的选手在投票 所以我们也形成了一个场外观众支持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十位选手所获得的各自的支持率是多少 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的场外观众支持率的排行 排在第一位的是华晨宇 排在第二位的是白举刚 排在第三位的是索丽 排在第四位的是汪小米 排在第五位的是李希 虽然这是一个观众的场外支持率的排行榜不进入我们选手的成绩 但是我想大家看到了这每一票 每一票对我们的这些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和鼓励 那接下来呢就是非常关键的公布刚才这一轮演唱的得分和排名的时刻了 因为我们要根据这个得分和排名进入到第一回合的一对一挑战当中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轮演唱过后 各位的得分和排名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湖南代表队华晨宇 97.88分 排在第二位的是浙江代表队李奇 97.81分 排在第三位的是北京代表队的肖义航 97.23分 排在第四位的是广西代表队的汪小敏 97.08分 排在第五位的是浙江代表队的塔斯肯 96.63分 排在第六位的是湖南代表队的佐力 96.49分 排在第七位的是湖南代表队的白举刚 96.41分 排在第八位的是山东代表队的苏思荣 96.08分 排在第九位的是上海代表队的刘思涵 95.95分 排在第十位的是山东代表队的台云 95.27分 这是我们的第一轮演唱过后的 各位选手的得分和排名 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目前排在前四位的将率先进入到 今天第一回合的一对一挑战当中 将现场抽签决定 他们将挑战谁 形成怎样的一个对阵的组合 首先有请华晨宇 华晨宇抽到的是A2号 有请李奇 李奇抽到的是B2号 你们俩 你们俩一组 你们俩 来我们继续有请 小乙航 B1号 最后汪小米 A1号 来 很有意思哦 男生和男生的一个组合 而且是一直始终备受关注的 好声音和快男之间的一个对决 我们终于看到了 我们终于看到了 还有一个是女生和女生之间的一个对决 这个小敏的风格是非常柔美清新的 而萧宇航是具有独特的嗓音和表现力 他们之间的对决 会有怎样的一种 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各位先去赶紧做一个准备 马上准备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第一回合的一对一挑战当中 请各位做准备 那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一对一的挑战环节当中呢 是我们的各位评审团投票来决定谁能够胜出 票数高的那位将可以直接晋级 我们的十位专业评审 每人手上有六票 一共是六十票 我们的四十位现场评审 每人手上有一票 一共是四十票 加在一起是一百票 如果出现了平局 那么最终的决定权会交到我们三位 现场点评嘉宾的手里 好了那接下来 我们要为大家请述的就是我们今天 第一个一对一挑战回合的A组选手 汪小敏 加油 加油 在水落一只海哪有答案 一身爱轻轻在风里搭转 遗憾没有到达 遗憾没有到达 拥抱我还是害怕 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 有一束光 那瞬间 是什么痛的字眼 你的视线 是两界 为什么舍不得熄灭 我和你这光 却看见 我 那是雷光 那力量 我不想再追你 当你最希望 你占我 感觉爱存在的地方 一直住在 我身旁 光芒 你是光芒 接下来有请北京代表队最美和声萧一航 为大家演唱轻轻的告诉你 让我静静的告诉你 天上的心情在旁白 等着你的寂寞 你的怀恼 还有什么不能说 让我慢慢的靠近你 伸出伤手你还有我 给你我的花香 我的祝福 生命阳光最温暖 不要忘了太阳又不高 我会告诉你 我有个真 不要忘了信心又记得 我会告诉你 很多 我会告诉你 很多 很多 我会告诉你 很多 很多 好 谢谢二位 来 一起来听一下评审的感受 这两个人这个对比有点观光战琴琼的味道 因为风格区别是非常大的 小敏这个风格我开始感觉逆光这个歌很难拿得动 而且小敏唱的过程当中我倒觉得把这个歌拿捏得非常准 尤其是对气息的这种把握控制 背后这个力量的这种爆发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度是非常强的 那么肖一行呢确实让我觉得你的曲风真是很多变 绝不仅仅是一开始你那个改造能看出你的功力 就这个歌也能看出来你的表现方式和很多女歌手是截然不同的 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一开场那三位女歌手都穿白而你穿黑 那是因为白天不懂夜的黑 真独特别 我刚才小敏唱的时候我终于想起来去年 你也是在直中春晚 当时我说你选歌选错了 因为你有一个好嗓子 然后如果说你那时候有一个鼓风机一吹头发唱我哪首歌 我突然想起来 哇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 进步很大 所以我觉得真的进步很大 不管我们的直中春晚到底能不能上 我希望我能看出来 这一年你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是对的 因为你进步了 那么刚才肖一行 刚才谁 肖一行 我觉得你这一首歌的演唱婚歌要比刚才第一轮的好 我喜欢你现在这样的状态 你们两个人都很精彩 看他们上面喜欢你们谁了 好吗 祝福你们啊 等着好分数 好 谢谢二位 那究竟在这一轮的比拼当中能够直接进入六强的是肖一行还是王翔明 一起来看结果 我们即将要看到的首先是现场评审团的一个票数 现场评审团一共有四十位 每人手上有一票 我们的专家评审团一共有十位 每人手上有六票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评审团 很好听啊 非常有风格 再说真的是很难找到这种类型的歌手 所以我觉得就算上不了春晚也好好去把好 结果还没出来呢 结果还没出来呢 就算上不了 就是 不要说这样的话好不好 好好好 一起吃春晚 好好好 我们期待着他们俩都能上 因为这一轮胜的那个直接晋级 就算落后的那个还要到下一轮还有一个PK的机会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轮的结果究竟是谁能够直接晋级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现场评审团的票数 继续我们看到的是专家评审团的票数 恭喜肖一航直接晋级 好小敏赶紧去准备下一轮的比赛 哎肖一航留步 怎么可以这么匆忙的就走开呢 怎么无论如何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喜悦 因为你是本场第一个晋级 六强的对不对 就很惊讶 很惊讶 很惊讶 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吗 就谢谢大家今天晚上跟我唱歌 谢谢 那我们也首先祝福你祝贺你 然后让我们期待着你在下一轮有更好的表现 春晚已经尽在咫尺了 继续努力吧 再次掌声送给肖一航 谢谢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今天的第一回和一对一挑战的另外一组选手 首先请出A组逐南代表队快乐男生 华晨宇 你还 记得吗 记得 眼下 散落在风中的一尘发生花的流云 沙哑 被一切过的未完成的牵挂 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 有些不同的想法 因为我会想起你 我还好面对自己 我的意志 总没提过这事 因为你总会离心 过去总不会过去 你有种的爱过 是我叫 接下来有请浙江代表队 中国好声音 李奇 为大家带来 趁早 有时我早可以和你 我们就不必再爱你勉强 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 总为你贪图 为你心愿 你已经想爱一场 不要心心里带着伤 我可以永远笑着白点你的配角 在你的背后自己献熬 如果你不想要 如果你不想要 想退出要深造 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达 我可以不问 感觉继续为爱讨好 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 如果有心态难了 像铁脸要深造 就算你怜悯的拥抱 忘了就好 好 谢谢二位 其实在我们的 直通春晚歌手类比赛的第一场 就开始有人期待 看到你们俩之间的一个PK 是吗 你们真正的站在一起 是什么感受 什么感受啊 帅 帅不是我帅好吧 就是眼镜对眼镜 我的有片它没有 你的有片也是平光的吧 没有 有度数的 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 听听评委的想说什么 我想讲可以吗 可以 华晨宇 刚才表演是跟 之前自己一个人表演的一个状态好像是 进去的姿势 你一定是这样子唱歌的吗 他唱每一首歌都都是这样子 都好像是进了一个状态 对 对了不起 那李琪呢 李琪你这次真的是放松了 你刚才那个开心风 孙燕说你放松 我觉得这次真的很放松 但是你没有华晨宇强 这个我不应该说 也不是我决定 我看完我就有这个想法而已 这个快乐男生大战 那个中国好声音 嘿 看这么多情况了 谢谢当年 谢谢 我这是很难在他们俩的PK当中 说出谁更好一点 天雷对地火 我只能就这个作品来说一下 就是假如说 你们在舞台上都是表演的话 那么你们俩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华晨宇首先进的是人物 李琪首先进的是情绪 如果用表演的术语来说呢 华晨宇就是布莱西特的表现派 而这李琪呢 是斯坦尼的体验派 两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 我们很难把这个高下分出来 只能说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 绝代双交式的对决 你们到底是实力派还是偶像派 要我看都是蘑菇派 只要给你们点雨水 你们就会找风了 好 我特别赞同了两个 我觉得就是模糊头对模糊头吧 就看你们两个人模糊头哪个运气好了 比赛是有运气的 两个都是模糊头 对 看你们哪一个运气好 一会看后面的分数 比赛是有运气的 好吗 看你们俩谁能上去好吗 好 我们都很关注呢 究竟我们的评审团会给出怎样的票数呢 在这一轮能够成功晋级的 究竟是华晨宇还是李琪 一起来看最后结果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场评审团的票数 继续我们要看到的是专家评审团给出的票数 我们现场出现了一个平局 看来我们的对看来我们的50位专家和现场评审 真的是难分伯仲在他们的心里这两个人他们也不知道究竟谁更好一些 那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对我们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平局 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的话 现在我们的决定权要交到三位 点凭嘉宾的手中 你们投票表决 小春 小春 A组是华晨宇 B号选手是李琪 投票表决 你们手上有A和B的表决卡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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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请 好谢谢陈小春 陈小春把自己的这一票投给了华晨宇 来继续孙悦 我觉得我很坏 因为我觉得他们俩都不错 宫廷呢 那他给A那我就给B 谢谢孙悦 孙悦的这一票投给了李琪 最后老梁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对这个节目有如此重要 我觉得好像这个50对50啊 我要跟现场的观众朋友说一下 恐怕这个节目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 在我看我就把它看成一种天意 不是我个人觉得不敢对抗这个天意 而是我认为这个天意是个非常美丽的 因为这两个人真的确实是双雄式的难分伯仲 如果让我投的话 东秋 我能弃拳吗 你最好行使你的权利 我认为这个美丽的天意 我不应该破坏的 我弃拳 你是要把这个难题交给我吗 不是交给你 我就更高一层的天意来决定 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如果三位评审当中有人弃拳 我们将现场筹签 抽得A的选手竞技 这个就是我说的最高的天意 我是无法决定这个事情 来 我们有请李小姐 别怪我啊 要怪怪老梁啊 来 还好这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去留的决定 否则老梁你真的担不起 我们现在抽取的 我们的我们的来二位 我们的抽选箱里边有一张是A号 有一张是B号 抽得A号的直接晋级 抽得B号的进入下一轮 一对一挑战 二位 谁先来 华晨宇 李奇 这就是我 来了 来 准备好 准备好 一 二 三 恭喜华晨宇直接进击 祝贺你 李奇赶紧去准备下一轮 来 华晨宇 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这个过程有点折磨人啊 首先出现平跳 然后出现了我们的评审器权 然后最后抽签 最后还是你抽得了A1 刚才你上场就是A1对不对 就是A号选手对吗 所以最终你还是抽得了A号 直接晋级 成为我们本场第二位 进入到六强的选手 向你表示祝贺 谢谢 然后你是不是 也要谢谢 始终一直坚持 所有的一直在支持你的 这些歌迷朋友们 谢谢你们 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吗 我运气好 对 谢谢 很开心 是 我想可能所有热爱你的人 都会为你感到开心 因为有一个梦想越来越接近了 希望最终能够好梦成真 好 我们也再次掌声送给华晨宇 好 谢谢 好了 那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我们的第二回合的一对一挑战 马上就开始了 有请我们其余的八位选手 再次上场 小一航和华晨宇已经成功晋级 那接下来我们的这八位选手 将进入到第二回合的一对一挑战当中 按照第一轮演唱当中的得分高低 目前排在前四位的是我们的种子选手 排在后四位的是我们的挑战选手 我们的种子选手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挑战选手 也是我们的B组选手 现场抽签决定 他们要和谁形成又一个挑战组合 我们现场的续号是A1到A4 四个续号 请李小姐放入我们的抽签箱 然后有请我们的B组选手 开始抽签 白吉刚 白吉刚抽到的是A2号选手 所以你将和李奇形成一组对决 苏思柔 A3号你将和塔斯肯形成一个对决组合 有请刘思涵 你抽到的是A4号 你和索利形成了一个对决 最后谭云 谭云应该是A1号 来 我们的今天本场第二回合的一对一挑战的四个对决组合 已经全部产生了 王小敏对阵谭云 李奇对阵白吉刚 塔斯肯对阵苏思荣 索利对阵刘思涵 这是今天晚上最关键的一个挑战 因为这是一个决定去留的一战 究竟谁能够争取到我们最后的四个晋级的名额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直通春晚 也欢迎大家在收看节目的同时登陆CNTV为您所喜爱的选手投票 所有的吸引观众都将获得9999黄金专家 孟军黄金所提供的精美奖评分 好了我们的第二回合的一对一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出我们的第一组选手 A组选手广西代表队一生所爱大地飞鸽的汪小敏 A组选手广西代表队一生所爱大地飞鸽的汪小敏 随世界的海浪漂流 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么多 起起落落想念的海 是你望着我的眼波 我不是一定有你未来 只是当有一个人满海 回头再发现你不太留下我 因为你都太坏了 我不是一定有你未来 只是当独自走入人海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 还有谁能拦住我爱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 还有谁能拦住我爱 接下来有请山东代表队中国新力量谈云 为大家演唱是否爱过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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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的街 在言语中浮现 多想拒绝 这苦涩的世界 伤感的一步 去中人是我 无法去触摸 只有散场的落幕 有谁能告诉我 你是否爱过我 也许这是结果 却为何如此的冷漠 有谁能告诉我 你是否爱知我 心痛的感觉 满眼紧默的我 谢谢二位 来 听一下评审的感受 两位表现都不错 但是我觉得就是 谭云上一轮老梁说过 其实他用了很为委婉的告诉你 就是男人当唱情歌的时候 其实你不要太放出来 稍微收那么一点点 然后在唱歌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很多歌手 在唱歌的时候 就像有些人 就像觉得搞数学一样 我把每一个音都唱到这儿 下个音这儿 都设计得很好 其实我希望能够不加设计 是用你的心来演唱 你就更有魅力了 因为你有个好嗓子 所以下次你不去想 你设计的一些东西 你是真正用心来演唱 你就更漂亮了 谢谢 夏春 我觉得汪小敏还是保持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这种表演的歌曲的选择也好 的方法也好 也蛮像 好致就是第三次这次会比较好 就松了 已经比前两次没有那么那么趋紧 但是你遇到那个谈 晕 谈晕 就没办法 小春看看 他一见就没办法 因为我很喜欢听他唱歌 他刚才唱的时候 征服的时候 老实说不好 男人有时候唱歌 可以大声一点没关系 但是 那个 谁能不能进春晚 我拿不到主意 但是两个人赞 好 谢谢 这个接下来这一轮到底谁能够晋级 究竟是 王小敏还是 王小敏还是 谈晕 一起来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现场评审团的票数 继续我们看到的是专家评审团的票数 恭喜王小敏 直接进击 祝贺王小敏 谢谢 加油 我们在下一轮期待着你更好的表现 我们要和谈云说再见了 但其实我可以透露一个小秘密给大家 今天晚上结束直通春晚的比赛之后 明天谈云就将进驻春晚剧组 当然不是作为演员 是作为一个工作人员 跟大家说说怎么回事 因为我本身是在艺术团工作 因为我在中国电信 所以说来这儿是我一个梦想 来到了这个舞台唱歌 我都已经非常非常满足了 有这么多的朋友 这么多的老师 能够还有这么多优秀的歌手 跟他们能够学习很多东西 我觉得我很满足了 谢谢 其实谭云已经连续五年 就跟随着这个中国电信的 武汉艺术团吧 对对对 在春晚剧组在那儿演出 但是呢 他只是这个艺术团的做什么工作 因为我们团的舞蹈是参加伴舞 对 所以你在那个团里边 是陪着舞蹈演员过来 帮他们做点后勤工作 对做后勤工作 就是给演员们准备点饭 拍个照啊 带他们上车呀 回家呀 到剧组是吧 对 明天开始又得忙活这些事了 对对对 其实我从来可能真的 我这么多年在春晚现场也 真的不太可能注意到他 可能他也在某一个角落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你 但这次你在这个舞台上的歌声 真的给我留下了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 真的 谢谢 这是由衷的 我想说 很快我们又会在春晚的现场再见了 对 这次我会看到你 然后我们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 出现在这个节目里边 但是我们却怀着同样的一个心愿 出现在那里 就是为了一届更好的春晚 好的 所以春晚再见 谢谢 加油 谢谢 谢谢你们 加油 好了 接下来那我为大家请出的就是我们下一组一对一挑战的选手了 有请A组选手浙江代表队中国好声音李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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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爱我 他不爱我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 拥抱的时候 不可看是爱 他不爱我 他不爱我 说话的时候不认真 什么的时候 有他勇气 我记得他不爱我 我看透了他的心 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 他的回忆 清楚的不够干净 我看透了他的心 演的全是他的他的电影 他不爱我 尽管如此 他还是迎走我的心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有请湖南代表队快乐男生白举刚为大家带来HERO HAPPY HERO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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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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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伴随着谁 一会儿等结果吧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实力相当 都不错 谢谢 这一轮对比 其实风格是非常 区别的非常明显 一个是阳光少年 一个是尔丽之年的心事重重 那么两个人这种演绎的风格 让我们感觉到在舞台上 就特别特别新奇 尤其是后来这个小白上来之后 这个表现 似乎把我们带回到一个飞扬跳达的年代 但相比之下呢 我应该实话实说 我更加欣赏李奇一点 就在他这种声音当中 运用气声运用的这么多 而且声音还比较沉稳 并没有抖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他这种表现 从刚才的第一轮一直到现在 非常非常稳定 所以我对于尔丽之年的这种表现 更加于肯定 好 确实好 人家还远远没到尔丽之年呢 但是他唱法类似尔丽之年 两天前刚刚过了自己24岁的生日 是不是 是的 我们补上一句生日快乐 谢谢 这个我觉得 如果能够顺利晋级的话 也算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白举纲呢 哦 生日快乐 对 谢谢 你们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究竟在这一轮能够成功晋级的是白举纲还是李奇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的是现场评审团的票数 继续专家评审团的票数 恭喜李奇 成功晋级 谢谢 加油 我们希望在下一轮继续看到你精彩的表演 加油 哦 有一点点遗憾 其实也不遗憾 就 又在这个舞台 学到了很多 然后这么多厉害的人 然后他们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对 然后我也20岁 然后所以还有更多值得发展的地方 你说的很好 因为你只有20岁 所以未来的路还很长 对 带着这个梦继续走吧 好 带着梦 继续坚定的 快乐的 去走得更好 更远 全场所有 再次把掌声送给白继纲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又一组对决选手 首先有请A组选手浙江代表队中国好声音的塔斯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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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way tender, love me deep Tell me you are mine I'll be your rest to all things Till the end of time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Oh, my dreams fulfilled Oh,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Oh, my dreams fulfilled Oh,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接下来有请山东代表队中国新力量苏思荣 为大家演唱坐着火车去拉萨 山有多高啊 谁有多长 通往天堂的路太难 终于盘来啊 这条片路 像芝蓉飞在高原上 穿过桃园 越过山川 在这梦想和吉祥 幸福的歌 一路的窗 一路的窗 成造了唐古兰山 坐上坐着吉拉萨 吉卡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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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sla 也不露得 你 таким як不露得 房子 他 四處 一路的梦想和吉巴 悲得 也不 Fake 一路的音乐 pró 在这梦想和吉 Stock 很 Provost 聽說 從岑 尹尹 算 染 骂 尹尹 谢谢二位 来 我们先来听一下评审的感受 男呢 男生呢 就唱得 很男人 女生呢 很女人 很女人 就唱得很女人 真的 一个唱英文 一个唱中文 很好 对 好 谢谢 谢谢 来 另外 塔斯肯的声音 于成庆曾经有那么句话说 他的声音好好听 刚才这个歌我认为发挥比他第一轮要好很多 就真正把他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格的一种东西发挥出来 所以我觉得你是渐入佳境了 苏思荣这首歌呢 这个选择上啊 我听过你很多唱得非常优美的歌 但是我觉得坐着火车去拉萨呢 不见得完全适合你 因为他的原唱的 徐千雅在处理这首歌的时候 他的高音部分很好 所以他把去拉萨朝圣时候那种空灵的感觉 遥望雪山的感觉从歌里唱出来 如果你的高音呢 无法够到那一块 这个空灵地出不来 那就会削弱这种朝圣的力量 所以我认为这个歌可以在高音部分再加强一点 或者在选歌上另外再考究一些 我觉得这个不是完全适合的 好 谢谢两位 我们看一看这一轮能够进入六强的 究竟是苏思荣还是塔斯肯 一起来看结果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场评审团的票数 继续看一下专家评审团的票数 恭喜塔斯肯成功竞技 祝贺你 谢谢 祝贺 苏思荣 其实苏思荣我觉得最不容易啊 这一路走到现在 嗯 还好还好 想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谢谢大家 我可以站在这里唱了这么多歌 我已经非常的满足了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也期待着你继续那么美丽的 绽放在舞台上 再次把掌声送给苏思荣 谢谢 接下来要为大家请出的是 我们今天最后一组对决选手 首先请出A组选手 湖南代表队快乐男生 佐力 好 好 好 wie 啊 我要 我要 加油 只剩下一根眼淚 还有一整夜要过 只剩下半生缘 还有一辈子要过 世间的狂野里啊 我不怕孤独 有限的青春里啊 爱过你我已经不朽了 亲爱的你想要的我能给的是什么 流泪的快乐是为什么 原来我以为可以拥有的 不过是难以释怀的这一刻 亲爱的天快亮了梦快醒了别哭了 让黑夜停止思念的折磨 我们要勇敢寻找失去的 停止痛苦的抉择才是抉择 接下来有请上海代表队中国梦之声刘思涵 为大家带来聆听者 有请上海代表队中国梦之声 有请上海代表队中国梦之声 最想出旧的应该有默契的 应该有默契的 为什么当你天空要清派 我帮你撑散 可是我变怂 你却始终很清朗 我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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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你变态 你变态 我变态 我变态 你变态 我变态 你把所有人的心都给抓住了 我喜欢你那种干干净净 安安静静那种特纯的那样的声音 跟你人一样 所以真的刚才我很喜欢 然后我想说这位妹妹 你有一个好的好的嗓子 我希望你能够比赛完以后 不管近不近成绩什么样 你把你的找一个好的老师 好好地把你的基础打好 其实你是无量的 因为你声音有特质 加油努力 我是非常喜欢佐利这种演艺方式 就是他对感情和声音的这种控制力 他坐那低眉信手续续谈 好像把所有的忧伤快乐都让你随便释放 但其实他是有控制力的 他最后有一道闸门才把控 我是希望你能够运用好这种技术 冲过直通春晚的闸门 好吧 谢谢老师 好的 那在我们最后这两位挑战者当中 能够成功进入六强的 究竟是哪一位呢 是佐利还是刘思涵 欢迎继续收看 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 基本独家冠名播出的直通春晚的直播 也可以登陆CNTV为您所喜爱的选手投票 都将有几乎获得9999黄金专家 孟坚黄金所提供的金美奖品份 在他们两位当中 晋级的究竟是谁呢 一起来看结果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场评审团的票数继续 我们看到的是专家评审团的票数 恭喜佐利成功进行 继续加油 谢谢佐利祝贺你 思涵 了解思涵的很多朋友应该知道 她原来是学习法语专业的一位女生 本来应该有机会去法国读研究生 后来为了唱歌就放弃了 现在会有后悔吗 不会啊 因为其实当时学法语 我觉得更多是家里的大人帮我的选择 但是唱歌一直是我的梦想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算是一次叛逆吧 你们想不想听刘思涵唱两句法语歌好不好 谢谢 好美 谢谢 经典的玫瑰人生 这首歌的原唱Ed Piaf是法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最重量级的一位女歌手 现在去巴黎 你去她出生的那个地方 在那栋楼的这个门牌上还镇刻了一句话 她从这里看到了世界 我们也希望思涵通过音乐 看到一个更美的世界 再次掌声送给刘思涵 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 加油 好了 我们的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的六强选手已经产生了 再次掌声 把他们请上舞台 他们是北京代表队最美和声萧乙航 湖南代表队快乐男生华晨宇 广西代表队一生所爱大地飞歌汪小敏 浙江代表队中国好声音李奇 浙江代表队中国好声音塔斯肯 湖南代表队快乐男生佐利 祝贺各位 你们取得了非常非常关键的胜利的一步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要举行的是 直通春晚歌手类比赛的最后一场的决赛 我们将在这六位当中选出四位 把他送上马年春晚的舞台 究竟谁能够获得这最宝贵的最后的机会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从明晚开始 每天晚上七点三十分 我们也将为大家播出 我要上春晚的年度总决选 一共四场欢迎您收看 也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 直通春晚的最后一站 下周再见 我要上春晚我们期待 总会有每天绽放最强的光 我们相信梦想的舞台永远无限幻光 我们知道 经历风吹雨打才会更景象 我们一路高走 我们轻轻地唱响 我要上春晚 我们一路高走 我们轻轻地唱响 我要上春晚 我们一路高走 我们轻轻地唱响 我要上春晚 我们下周 Hertha 要上春晚 我上春晚 我上春晚 我们下周 我们下周 一个面子 能不下旅